在中央推出刺激經濟措施後,內地及本港股市隨即上揚,不少海外資金回流香港,推動本港股市重上高位,且升幅甚至高過內地股市。 從香港金融市場的表現中,我們可以看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特殊優勢。在股市的升浪之中,當局要藉此加強對外宣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,並藉此研究推動吸引資金回流的工作,抓住內地經濟政策調整的機會。 恆生指數在過去幾日持續增長,其增幅多於內地股市,造成此番情況的根本原因。自然是與內地出台多項刺激經濟的財政,以及金融刺激措施有關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,是連接國際市場與國家的重要窗口。當許多內部資金想要參與者倫內地經濟政策調整的紅利時,他們最直接也是最迅速能夠參與的市場,就是香港。 在股市高度活躍,投資者回復信心。國際資金尋求機會參與香港市場的時候,當局也應當積極主動出擊,在經濟調整其中先發制人的抓住機會。首先,要藉此加強推廣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,內地政策的調整帶動香港股市回升。 這時說好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優勢的現實案例,在市場普遍預期內地經濟回升的背景下,香港應當借勢而為,對外加強宣傳自身作為中國對外窗口的優勢,吸引更多的外國資金參與香港市場。 其次要加快推出有關投資落地,以及吸引企業、內港上市的措施。隨著股市交投的回復,投資氣氛回暖。當局可以加快研究吸引投資落地香港的措施。 要進一步改革上市程序。積極推動中概股回流。便利企業、內港兩地上市等。股市的暢旺。 加之國慶黃金周吸引內地旅客到港。香港經濟扭轉過去數個月平淡的氛圍。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